大家好,我是小青 我面前这盆绣球现在倒伏得特别厉害 是因为前两天下了大雨 然后这盆绣球的花又比较大 淋了雨之后花就很重 垂了头 垂头时间长了之后 它的枝条就直立不起来了 所以倒伏得特别厉害 很多花有应该也有我这种情况 就是绣球枝条比较长 淋了雨之后就倒伏了 绣球像这样倒伏之后 浇水是没有办法再直立起来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给它一个小小的帮助了 那就需要准备一根这样的棍子 把它重新支撑的扶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根绣球没有倒伏 是因为它很幸运 之前的时候我用一根棍子给它支撑住了 所以它没有倒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拿根棍子 把其他的枝条扶起来 如果你没有棍子的话 那就跟我一样去砍竹子吧 砍下来的竹子我们要把它锯成差不多 缠短的才可以 竹子到手了 我们把绣球绑一下吧 没有园艺扎带了 就用这种扎带将就绑一下吧 原来导服非常厉害的绣球 现在恢复了它的美貌 不用手支撑也已经很致力了 如果你们家里的绣球也导服得非常厉害 那么就赶紧动起小手 给你家的绣球帮个小忙吧 就这样就能够了 我们下来的绣球帮助